飞虎队,王强开探场,正愁没有本钱,刘虹摆出两根筷子 上集咱们说到刘虹结了鬼子的火车,带着机枪被鬼子追杀 幸好方林嫂机智掩护,躲过一劫,把机枪送到山里后,鬼子四处抓人 刘虹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很容易引起鬼子的怀疑 俗话说,墙上栽葱,难生根,当下之急就是先给刘虹找个迎胜 王强眼珠一转,提议让刘虹开探场 但是随后一想,办探场的人倒是不缺,但是本钱却远远不够 刘虹脚口大饼,看着桌上的两根筷子,突然系上心头 把筷子摆在碗上,示意王强看过来 王强一看就明白,原来是两条线的含义 刘虹说干就干,叫来彭亮临终,再叫上鲁汉和小波 六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对鬼子的运粮火车动手 粮食好卖容易挣钱,几个人说干就干,当晚就分工合作 彭亮去控制火车头,不料刚登上,意外发现司机吴师傅居然是熟人 当场道明原因,兄弟们闹饥荒,让我来帮忙忙 吴师傅估计也不是第一次,当下离开座位 让彭亮当起了火车司机,彭亮拉动紧急刹车闸 火车速度就降下来,刘虹跳上火车,直接掏出简子骨 这简子真是个神器,既能剪开铁链,也能掰开保险车门 又可以当刀扎开麻袋,飞虎队拿起满满当当的麻袋,朝着车下扔去 一袋粮食上百斤,但在他们手中如同泡沫一般 几个人扔得正开心,彭亮暗动气敌当暗号,提醒时间到了 飞虎队各显神通,临终扛着一包粮食,直接跳下车 大队长刘虹更厉害,一手一个麻袋,二百斤的粮食在他手中轻弱无物 牛顿的棺材板又压不住了,真是担心大队长的膝盖能否承受得住 一路上有惊无险,大队长刘虹把粮食卖掉后,只给每人分了一小半 剩下的一大半算成股份开炭厂,每个人分一股 这下众人也都欣然同意,办炭厂的钱有了,但是经营炭厂需要煤炭 没有煤炭怎么办,王强这个人芝麻做饼,点子不少 这不他又有绝招了,早庄自古不缺煤,鬼子用火车一车一车往外拉 他们可以趁机截火车,顺便把煤带回来 有了炭厂,连销赃都方便了,这下开炭厂真成了无本买卖,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到了炭厂开业那一天,日本洋行的金山大展规前来庆贺 只因他和王强的关系好,竟主动提出要入股20% 当然这股也不是白入的,他只要入了股,就要充当炭厂的保护伞 这下鬼子汉奸都不敢轻易搜查炭厂 而且好处不止这一点,洋行收购炭厂煤炭的价格也是别人的几倍 有了这些好处,飞虎队全体赞同,就这样飞虎队的炭厂开业了 他们白天开炭厂,晚上截火车,日子悄然而适 鬼子根据情报怀疑到了王强,这下炭厂也跟着暴露了 鬼子万万没想到,飞虎队丢了炭厂,进了微珊瑚 竟然声势大振,让港村头痛不已 这是为什么呢?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